- 什麼人都要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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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成戀愛交換情侶 狗血又揪心 伊甸園尺度太閒事 樂真意 飯可以不吃話不能不說 小編話很多忙中來插播 近期不少熱門又充滿話題的 戀愛週一開播 韓國也推出新品種的戀愛真人秀 像伊甸園內容尺度太火辣 省事程度更是勝過去年的男生級地獄 也引發一些爭議問題 編也推薦台灣兩檔讓人心動的戀愛實境秀 滿滿粉紅泡泡互動還有內心糾結 絕對會讓觀眾看得心癢癢 J檔可以說是全場邪惡鏡頭 早來8名身材金石火辣的男女成員 節目設定也與以往戀中有些不同 全門不得透露彼此年齡與職業 在第一集出登場 節目組就要求他們穿上火辣的泳裝 我們棚內主持人李鴻基 看到女成員火辣出場 還被慢鏡頭拍攝直接嚇到 頻寒暫停 有一種說出觀眾心聲的FU 喔 哇 真是太慢了 哇 真是太慢了 欸 真是太慢了 哇 真是太慢了 又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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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慢了 真的 看三位主持人 泰國真實反應也很逗趣 他們出見面就展開超貼身的躲避球遊戲 可想而知後面一連串的肢體接觸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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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的反應真的太真實啦 而似乎是製作組真的玩太大了 要求他們男女混淑又挑戰遲度 因為沒有事先告知的情況 導致其中一位男成員覺得不被尊重 而這段插曲播出後也掀起討論 之後是否還有更突破遲度發展 觀眾就繼續鎖定吧 去年播出第一季的換成戀愛大受好評 招來五對分手的情侶同居在一屋子 比戲劇還狗血的劇情真實上演 更掀起全台狂樂 複雜的三角關係又虐又心動 當時還讓釜山藍人三門弟苦超慘 而近期也釋出第二季預告 確定會在7月數號播出 到時又會呈現怎樣心癢癢的互動 或是讓觀眾虐到哭到不行 目前節目還沒播出外界就滿滿關注啦 一般的戀愛綜藝真的不夠看了 節目找來12位男女成員 其中置入兩對真情侶 看成員們必須揪出所謂的黑手檔 如果避開黑手檔干擾配對成功 他們就能獲得千萬獎金 非常刺激 但相反如果黑手檔攪局成功 影響了單身男女的配對 而獎金就換入到他們手裡啦 我以為兄弟們的意識 我以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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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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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觀察與推理的觀眾 絕對不能錯過 節目找來 神童等人擔任觀察家 發揮他們的機制與猜測 也替節目多了不少趣味性 是檔面號稱最危險又狗血的戀中了 交換親女找來幾對恐瀕臨分手的情侶 當時在推出第一季時 就受到蠻大爭議 出現挑戰道德、底線等聲浪 節目主軸就是打得愛情重新配對洗牌 我跟妳說得很舒服 很舒服 很舒服 很漂亮 很不舒服 妳跟人聊天 妳看著眼睛 妳聽著眼睛 妳說得很舒服 妳跟妳 對 妳在一起 我跟妳說得很舒服 我和妳說得很舒服 我決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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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近期推出第二季 製作主放話 口味會更加重 等虛頭 對外界反對聲音 似乎沒有被打擊 果然最新一季 所以出演者顏值 就沒讓人失望 來到紀州島展開配對約會 看出演者情感糾葛 喜歡把點檔劇情的 可以收看 台灣也有戀愛實境秀 節目每一集邀請兩位藝人 進行兩天的戶外交遊 並在不同的主題與約會行程中 培養默契 但戀愛關係在結束時就會結束 是不是唱不出來 是不是唱不出來 曾經 在我眼前 卻又消失不見 這是今天的第六片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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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沒有什麼好不好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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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好遇到 太陽公公出來了 他對我呀 笑呀笑 節目也找來了蠻多知名來賓 也有討論度 其中盧廣仲在節目與泱泱配對 當時展現男友力的他 現場還飄出粉紅泡泡氛圍 後來還被爆出熱戀 進出對方家中的緋聞 台灣網路戀愛實境綜藝 週末脫單社 找來六位高顏值甩隔美女 除了透過遊戲互動來進行配對認識外 還有短片的約會行程 超級清晰 浩琴到底想不想跟我約會 想啊 這最後一次約會了 然後就 有機會可以一起約會 算是沒有遺憾了吧 我們要摸到腳 那我先睡個覺 但是我們一起睡個覺 節目主廚而不定期找來網紅等來賓 活絡氣氛 在正片結束後 配對成功的成員 還有翻外篇 看他們展開浪漫之旅 CP感真的超級滿 喜歡初戀感戀眾的觀眾 不要錯過囉 好的看完一項不同類型的戀眾 不小心心情都會跟著起伏 不管是甜到融化 那還是緊張又揪心 精彩程度絕對不輸韓劇 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跟別人分享 小變化多下次見囉 待會收看新聞